第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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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妹们 工友们 我们上海私下工人 举行的这次联合大罢工 迫使东洋资本家 答应了我们全部的抄见 好 好 好 警察厅长周瀚章 被撤职了 洋买办资本家 外国的官僚们 被我们打败了 好 我们女工 胜利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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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 我还要给大家 带来一个 最为可贵的礼物 看 大家 给九姑娘 最热烈的掌声 好 好 好 九姑娘 你给大家说两句吧 好 好 好 富人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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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的富女万岁 老的富女万岁 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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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的向江鱼 可是真正的富女领袖啊 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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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园到了 这就是春园 河森 把箱子放这儿了 好 来 我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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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森 静渔 润枝 润枝兄 走 一日不见 如熬三秋啊 是啊 如果三日不见呢 那就恍若十年百年已 任志兄 我们分手 有三个春秋了吧 三个春秋 嗯 只多不少 坐 坐坐 来 这也没有喝的水 一会儿让人去去 好 什么时候来的 我昨天来的 开会呢 她带这两个孩子出去玩了 你们俩的孩子呢 我们的孩子先让孟南帮着待几天 实在是没办法 何森呀 要洗草大会的报告 我呢 要准备发言稿 还要向党中央 汇报妇女的工作 带个孩子在身边 太麻烦 何森 我们的沐贵英元帅 就是当了母亲 也比你这个杨宗宝威风扒面哪 我都听说了 上海厮杀女工大炮工 搞得是风起云涌 沐贵英所言甚至 我们家警局啊 这虽然身为女儿身 但这骨子里的豪情 是一点都不信任他人 你们两个一见面 就取笑我 好 这回啊 我要在会上向中央投诉 告你们大男子主义 罚你们一人占一天 我们可没有啊 这天哪冤枉啊 我们可是夸了你十年 怎么着 合计这十年 我们这帽子 是一点没摘下去啊 就是啊 三位聊得如此热呢 这是高疼酷了什么呢 张老兄 我都不见了啊 贺三 你这是雪中送水啊 正好 来来坐坐 来来坐坐 好 来坐 张老兄 你们金汉铁路 二七大罢工 可是震惊了整个中华大地 了不起啊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你在上海的女工运动 还有润芝在长沙安渊等地的工运 那才真叫波澜壮祸呢 可是比起被反动派杀害的林祥谦 和施阳他们 我们做的这些事情 又算得了什么呢 没想起他们 我都睡不着觉了 好了 我们刚见面 话题是不是太沉重了 难得相聚 我们就以水代酒 好久不见 来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正好 两位都在这儿 我有一事相求 是我写的 关于妇女运动的绝页 你们两位帮我看一看 把把关提提意见 你守着一个蔡老夫子在身边 还让我们俩修改 可是有点舍近求远呀 我这诸葛亮哪能比得上 人家两个臭皮匠呢 就是 谁是臭皮匠 谁是诸葛亮的 我看呀 彼此彼此 你们啊 都是诸葛亮 好吧 我还有点事儿 我先去准备翻完稿 你们先聊着啊 我也走了 我啊去给你省稿子 这么积极 太好了 来 有他们两个帮我把关 我心里就一块石头落地了 放心吧 这也得赶紧准备一下 你们倒是喝口水呀 我们的相菜同盟 风尘未喜 就开始战斗了 秋白 你可真是大稀客呀 请坐请坐请坐 我真要找你呢 你们先聊着 我这样还要抓紧修改一下发言稿 九百 这是我写的 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 你帮我把握把握 中国大才女的手笔 还用得着我来品头论足吗 何况 还有我们夫君理论家 从头相助啊 这是我们的党 关于妇女运动的第一份文件 所以啊我想多征求大家的意见 你这个大文豪 就别推辞了 快帮我把握把握 拿着 盛情之下 确直不公 那好吧 我马上败赌 景瑜啊 你是三大的唯一女代表 可见中央对你们妇女工作的重视 那我觉得中央啊 应该多增加几个妇女代表的名额 你想想在我们身后 可有两万万的女同胞啊 不可轻视之 秋白 你刚从苏联回来 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喂 共产国际要求我党跟国民党合作 马林说了 这次大会必须要达到这个目的 和孙中山先生合作 也是件好事 合作可以 但是我认为 任志兄 出发也在 任志兄 怎么样 我的稿 稿子我看了 非常之好 只有一两个字可以再斟酌一下 我都帮你标记好了 谢谢 能过你这关 我心里就踏实了 来 坐坐坐 快快坐 快坐 就快 你们坐这儿 任志 关于国共合作 你有什么想法吗 就眼下的国内形势 国民党人多实大 属于公开的政党 凭借着孙中山先生的威望 各地的军阀都能够包容它 而我们党处于地下的状态 人数才四百多人 各地的军阀都视共产党为敌 恨不得斩草除根 在这种形势下 和国民党合作 依赖可以取得我党的合法性 便于公开活动 第二呢 可以迅速发展我们的党员 壮大我们的力量 第三 帮助孙中山先生 改造国民党 可以使他真正成为一支 领导全体国民 改造社会的政党 所以我认为 应该合作 此乃真知卓建颖 昨天我陪马林去见孙中山 孙先生对此也很感兴趣 可以说是一拍即合 但是我认为和孙的意见也非常重要 无论怎样的合作 都必须保持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 我举双手赞成 锦衣姐 开会 开会 你还好吗 好 和孙大哥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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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们呢 在房间里 快带我去看看 走 我去看看孩子们 走 快快快 等不见了 见他来了 还是像一个孩子一样 他们俩呀 真的 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如此的幸运 我读了他许多的文章和日记 我就爱上了他 不过我没有奢望成为他的妻子 直到我完完全全的了解到他对我的真意 我才有了一个新的意识 我觉得我除了为我母亲而生之外 我是为他而生的 你呀 还是这么浪漫 这么多年了一点都没变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在他面前啊 我好像就是一个情痴 其实那时候 我和和孙 第一次去你们北京的家 你和任志给我们开门的时候 我和和孙啊 都感觉到了 我觉得和孙当时还跟我说 任志兄 是一个有福气的人 大姐 你跟和孙大哥 是捧着资本论结婚的 那才是天底下最新鲜有趣的婚礼 绝对的超凡脱俗呀 那个啊 都是和孙的主意 我当时也是喜出望外 你们呢 一模一样 没有花轿 没有彩礼 没有婚宴 不做俗人之举 我知道任志兄啊 那可是一个 诗情满怀的人 他当时 没有寄信给你做一首诗送给你 结婚的时候 的确是没有的 不过 后来分开的时候 倒是留下了一首 能不能练给我听听 我最喜欢任志兄的诗了 他的诗啊 激情四溢 气势博大 能不能 夜长天色 总难明 寂寞披衣起座 属寒星 一钩残月向溪流 对此不抛眼泪 也无由 好一个 好一个 对此不抛眼泪 也无由 你看你 刚才啊还满眼月光 现在 是满眼泪光 我爹爹从小就说我多受善感的 这辈子是改不掉了 开辉妹妹 其实我一直很担心你的身体 不过这次回来 看到你带孩子 我就知道 你战胜了病母 我可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 有一种东西 是任何药物都代替不了的 你说的是爱 自然是爱 难道不是吗 当然是 我还忘了 要祝贺你 祝贺我什么 我可听说了 你啊 终于加入我们党的组织了 是啊 共产党是为了劳苦大众翻身 求解放的 他的命运决定着中国的命运 而润芝已经将自己的一切 完完全全地交给了这个命运 而我呢 也与他去供这个命运 让我们一起 供这个命运 谢谢 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 经过四天的激烈辩论和举手表决 通过了与国民党合作的决议 就目前形势而言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 人数不多 力量不强 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还不高 缺少革命理论 所以 我们要在国民党中 发展共产党员 全体党员 都要以个人的名义 加入到国民党中去 中国革命暂时由国民党领导 你们必须听听 什么你们说 否则有什么事 你们明白吗 我认为 中国革命的出路 在于工人阶级 和进步知识分子的结合 不是国共合作 是工人运动 让孙先生改变了态度 他赞成国共合作 无非是希望增加国民党 在民众之中的影响 这一点 我们一定要有个清醒的认识 除了国共合作之外 我认为我们的工作 还是要朝着 城市工人运动的方向发展 这次二期大把工 虽然付出了刘雪和牺牲 但也敲响了帝国主义 和洋商买办的丧钟 把党的工作重点 放在工人运动上 是完全正确的 工人阶级 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 但是 我们也应该重视农民运动 从历史上看 农民运动的力量 向来都是巨大的 是具有颠覆性的 我个人认为 中国的问题说到底 就是农民问题 和土地问题 这个问题解决了 中国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我同意毛泽东同志所言 中国的革命 必须依靠广大的农民群众 但是今天 我要强调的是 妇女在革命中的地位和重要性 希望中央 给予特别的重视 中国的革命 若是没有占人口半数的妇女的觉醒和参与 将是不彻底 也是不完整的 这个地方啊 以后就我们三户住 我看来就叫三户楼好了 好啊 这让我想起一个典故来 两千多年秦 秦灭楚后 楚国的南宫曾经断言 楚虽三户灭秦毕楚 最终 刘邦打败了项羽 推翻了青农朝 真是巧得很啊 我们三户都是楚国人 竟于管这栋楼叫做三户楼 真是绝配啊 好 润志兄的意思是说 推翻北洋军阀政府 是要靠我们三个人喽 难道不是吗 头上三尺有神灵 说不定这是天意嘞 说到此处 各位兄长 我突然想寄信迎施一手 好啊 有诗凑信 洗耳恭听啊 春生江畔 画耳中兴 希望长庚东启明 久任一山 争一溃 楚虽三户 必亡秦 好一个 楚虽三户 必亡秦 好歌壮行 鲲鹏立志 童心若今 公错若实 好一个鲲鹏立志 好歌壮行 陈先生 从今以后 这里可就是咱们中央机关的办公地点了 都来了快坐吧 您坐坐坐 来 坐坐坐 来 坐坐坐 快您 您都坐坐 今日是中央机关搬来的第一天 我们要来个乔迁之喜 好不好啊 好啊 那今天晚上 我和开会 还有孟楠 就给大家做几个地地道道的湖南菜 怎么样 那我们可以大包口福了 那别忘了 给我做一道安徽菜 好嘞 来 那我们就先出去买菜了 好 辛苦你们了 开会 辛苦了啊 这儿 这里以后对外称是报官行 你们是一家人 三兄弟 我们本来也是乡将三兄弟啊 好 锦鱼啊 我看你今后 就当这里的护主吧 以后中央开会 里里外外的事情 都由你来负责 我怕我不能胜任啊 谁说不能胜任 要我说啊 你当这个大总管 再恰当不过了 以后我们都归敌管 大总管我可不敢当 但是啊 我很愿意为大家跑腿 锦鱼啊 不知你这位护主 都有什么家规啊 既然陈先生这么说 我想啊 这以后是中央局的办公地点 是应该制定一些严格的制度 在这里工作的人员 起码要遵守下面几条 不准去餐馆 不准看电影 不准看戏 不准在街上游逛 还有没有中央的特许 任何人不能进入院内 我同意锦鱼的想法 现在 上海还在反动军阀的控制之中 为了安全 只能够这样 不然的话随时都会有危险 给中央机关的工作 带来损失 我们在火车站旁边 设立了一个街头站 外省到中央来办事的负责人 一律先到街头站联系 经过批准之后 才能进到这里 陈先生 我想以后啊 在这儿也给你安排一个床位 遇到晚上开会 你就住在这儿 安全也方便 好 以后开会晚了 我就留此过夜 还有一件事情 我呢 我想在大门口 装一个报警店里 如果遇到任何的紧急情况 都可以随时摁定 我看啊 静渝不光胜任做妇女部长 更胜任做保卫工作 不敢当 不敢当 静渝 本来就是我们党的沐贵英元帅 没有之一 来 来 孙夫人 向景林大姐前来拜访 夫人 锦渝 锦渝 你这个大名鼎鼎的 女工运动领袖 是什么时候来到上海的 领袖我可不敢当 我呀 前天刚回到上海 来 快请坐 请随意一点 路上辛苦了 爸 还好 先生 爸先生 走走走 走走 请随意 您是中共的中央执行委员 又是妇女部长 怎么穿一套学生服啊 大先生 在您面前 我就是小学生 哪里哪里啊 国共要互相学习嘛 我们国民党的妇女运动 没有你搞得好啊 报纸我都看了 此乃中国历史上 更古未有的齐勋哪 谢谢大先生夸奖 锦渝啊 听闻程独秀先生讲 上海厮杀女工 反抗东阳资本家的罢工 是你文化领导的 我感到十分的惊讶 也很钦佩 谢谢夫人的鼓励 时代在变化 女子当觉醒 我们中国的女工 不能再受 东阳人的欺负了 有魄力 有魄力啊 大先生 又过奖了 只要一有 女工运动的报道 先生都会要过来看 先生呀 一直为你担心着呢 谢谢大先生 看来我们国民党 也要重视妇女运动啊 像贵党那样 设立一个妇女部 领导全国的妇女运动 过去我们忽视了妇女运动 民国二年 还从党纲里 删去了男女平等的条款 大先生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贵党内有一些领导 也写了许多支持我们妇女运动的文章 比如说 民国日报的很多社评 给了我们莫大的鼓励 静瑜啊 马林先生从俄国回来 大力主张 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 希望你也能够处理哦 当然啦 我党现在还处于萌芽阶段 若是和贵党合作 有大先生的名望 我们的党就可以公开活动了 那该有多好啊 贵党的三民主义 和我们的共产主义 其实亦有相同之处 都是为了民族的独立 国家的统一 人民的自由平等 不错 不错呀 国共两党的目标 都是为了中华民族 繁荣昌盛 人民福祉安康 我们应该联手合作 为改造中国并肩奋斗 那这样一来 锦瑜也可以来做 国民党的妇女部长呀 我也有这个想法呀 国共两党一旦合作成功 锦瑜可以大展了宏图 大先生太爱了 今天就不要着急走了 就在家吃饭 不了不了 我还是先回去吧 实在太麻烦了 不麻烦 不麻烦 一点都不麻烦 先生呀 还想与你更加深入探讨一下 妇女的问题呢 夫人 您前不久 在民国日报上发表的那一篇 论妇女之地位的文章 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是啊 妇女地位是一个民族文明发展的标志 只有意识到这一点的民族 才能成为伟大的民族 我完全赞同 您就放心吧 好 注意安全 我走了 好 我走了 好 安全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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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请坐 请坐 来来来 随便坐 随便坐 随意为好啊 咱咱相助更能体现两党精神团结 对 对 你们两位到前面来吧 好吧 往前坐 往前坐 对啊对啊 往前坐 随便坐 随便坐 相女士啊 可是我们执行部的唯一女性 一花独秀 价值千金哦 一花独秀不是春 百花盛开春满园 希望在今后的会议当中 不是我一支独秀 好 好 好 说了好 好 诸位 这是国共第一次合作 双方都派出了精兵强将 在这里联合作战 我们务必亲密合作 精神团结 体现两党追求的独立大精神 文明新世界 好 毛泽东先生 骆长龙先生 他们是共产党的中央代表 谢谢 向金宇女士 是共产党中央的副理部长 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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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劳工运动的热心践行者 和领袖人物 我们以热力掌声 再次欢迎上位的到来 来 坐下 坐下 好 请坐 此次 中山先生决定 联合联共 辅助龙公的三大政策 就是要建立一个 龙公掌权的 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 实现中国真正的民主政治 这个重担 就由我们两党来共同承担 在座的各位 更是任重道远 为了中国的统一 民族的复兴 只要我们两党肝胆相召 同舟共计 金城合作 必定今世为开 好 叶部长 景瑜啊 这两位是我挑选的助手 这位 就是叶部长 叶部长好 好 好 他教师孟南 湖南人 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 也曾是我创立的续谱女校的教师 好 好 杨之华 浙江萧山人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生 听说过 上海大学的小花嘛 我也久闻先生的大名 并且拜读过您的小说 是吗 您还读过我的小说 您的小说尤其是歌颂女性解放的 我特别喜欢 我说景瑜啊 你这是给我找来一个位知音哪 来来来来来 快快快 快走快走走走 叶部长 坐 坐 来 坐 叶部长 杨之华啊 几年前就在上海的民国日报上 发表过小说 是吗 还有妇女解放的文章 也曾是《星期评论》的编辑 又在上海女界联合会工作过 她呀 是我们重点培养的对象 你还发表过小说 来 说来听听 说吧 志华 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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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写的小说呀 一篇是我不去叫太太去 还有一篇是旧伦理底下的可怜人 都是描写父女命运的 好好好 景瑜啊 你这个副部长 有了这两位女助手啊 真是如虎牵翼啊 你看他二人 不但是才学上等 而且是封字绰约 真可谓民国妇女之精英啊 用什么来形容呢 用 这用 用什么来形容这是 叶部长 您是想说 国色天香吧 对 就是国色天香 太好了 太好了 好 你看看你们两个 景瑜姐 你说 他们国民党这些人 怎么一个个由头分面的 娘娘腔 连说话的手势都是这样 造作和夸张 看着啊真不舒服 你们两个眼睛很毒嘛 但现在啊 可是国共合作时期 我们呀 要学会包容 孟楠之华 中央 已经同意你们两个 到我们的妇女部来工作 就是不知道你们两个人 愿不愿意 怎么不愿意啊 我早就想为你和和森大哥 做点事情了 不是为了我和和森 这可是为了我们的党 为了天下的劳苦大众 姐姐 你说的是 共产党的妇女部吗 当然啦 我们现在在国民党这边 是帮他们的忙 我愿意 不给全员愿意 我也愿意 那最好了 其实啊我一直在想 我们第一步 要办一个平民学校 把厮杀场的女工 还有烟厂 铸铁厂 造船厂的男工人 都集合起来 让她们一起识字 她们识了字 受了启蒙 懂得了做人的道理 就能够一天天地觉醒起来 那太好了 办学校可是咱们的拿手好戏啊 志华又是大学生 俗话就说嘛 三个女人 一台戏 那就是说 好戏要开罗了 开罗了 走 走 走 阿森 喝瞌睡了 慢点喝啊 小心烫 év 呜 阿森 真烫 何森 何森 屈尊帮我个忙如何 是不是让我给你那些女工 剪剪马德斯 你什么时候变成孙悟空了 都钻到我肚子里去了 老夫老妻了 这点小心思 我还能不知道 既然你都已经知道了 确知也就不工了 我呀我想办一个平民学校 把附近的工人和平民都组织起来 让他们利用下工的时间 识字读书 通过上一次的大罢工 我发现工人阶级的觉悟和热情 都是最高的 而且意志力也最为坚定 他们现在最需要的 就是学习知识 一旦他们掌握了马克思主义 那将会成为 中国革命的生力军啊 何森 这个课你要去讲 于公于私都要去 你想于公是为了党的宣传工作 于私嘛 肯定是为了你老婆的妇女工作 你说呢 行行行 我服了 你这搭搭搭的 跟机关枪一样 我去 怎么可能不去 我一定去 真的 你可以把陈先生还有润知兄 泰雷他们都叫过去讲啊 大家轮流讲课 供什么听着也新鲜有趣啊 好主意啊 就怎么办 不如我现在就去找一趟陈先生 对了 我这刚看到了 是这个陈先生刚送过来的 他给《红楼梦》写的序言 他还特意让人带话过来 说一定要你好好提提意见 是吗 嗯 怎么写了一篇这样的序言啊 他把《红楼梦》说得一无是处啊 文学评论就是一家之言 不必较真 不行 《红楼梦》是为我们女子说话的书 他这样写序言 对曹雪芹太不公道了 我得找他平平领去 锦鱼 有话好好说 别吵架了 知道了夫君 我还要请他来讲课呢 放心吧 不会跟他吵的 先生 锦鱼来了 陈先生 锦鱼 什么风把你这位女大帅吹来了 当然是《红楼梦》之风了 我知道了 你一定是看了我写的序言 上门兴师问罪来了 坐 陈先生 兴师问罪我可不敢当 但是恕我直言 您这篇序啊 写得太偏颇了 您想想 这古往今来 有哪一本书是为我们女子说话的 就只有《红楼梦》啊 可是您在序言里 却把《红楼梦》和金萍梅相提并论 一并列为英书 精品美理的女子 毫无人格尊严可言 全都是男人的玩物 可这《红楼梦》里的女子 个个都是女英雄 秦文鸳鸯 她们都出身平民 虽然出身卑贱 可心比天高 贾舍贾荣 那些老爷少爷们 虽然出身权贵 可精神却丧失殆尽 说得好 说得好 那陈先生 您这篇序言 是不是考虑一下 重写一篇啊 好一个情文 不 好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妇女领袖 嫂子是北京女师大的高材生 我呀 想请她去我们平民学校讲讲课 和我们一起启蒙妇女 培养妇女运动骨干 我们那些妇女干部啊 虽然没有文化 但是求知欲非常强烈 陈先生 这件事情 您可要支持我 既然女部长有令 我岂能不从 那就太好了 既然如此 那我就得寸进尺了 陈先生 您能不能也去我们的学校 讲一两堂课呀 您是党的领导人 您 您要带头解放妇女啊 您说是不是 好一个母鬼影 革命都搁到我们家里来了 难道不应该吗 应该 应该 我呀 举双手赞成 陈先生 您举的是单手 好 请坐 工友们 请坐 今天是我们女子业余学校 开学的第一天 我把所有的教师都给你们请来了 下面 让我为你们一一介绍 这位是陈独秀先生 曾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陈先生 谢谢 女工朋友们 独秀向你们鞠躬致敬 这位是毛泽东先生 向江评论的主编 女工姐妹们 我是来向你们学习的 这位是大作家 沈念斌先生 笔名 毛顿 平民之夜校 慈母之妖来啊 这位是民国日报的总编 邵丽子先生 这位是民国日报的总编 这位是主笔 黄振鹏先生 蔡和森先生 徐秋白先生 最后 要给大家介绍两位女士 这位 是北京女子师范毕业的 高军曼女士 大家好 还有这位 是上海大学的杨之华女士 大家好 今天开学第一奖 我们要请毛泽东先生 为我们讲 女子之解放 欢迎毛泽东先生 姐妹们 咱们中国的妇女 是受压迫最严重 除了要受到旧的国家制度 资本家 帝国主义 洋商买办的压迫 还要受到封建迷信 男人们的压迫 这些压迫 束缚着父女的自由和身心 所以 女子的解放 首先 就要打碎这种稚固 毛先生 什么叫稚 稚固啊 就是野鸟叫嘛 稚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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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什么呢 都不是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这个稚固呢 就好像 把人的一双手脚给捆住了一样 动弹不得 父女的解放 就是要砍断这些绳索 说白一点 就是让我们放手放脚 放手放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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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啊 我们做事情 靠的是一双手 我们走路呢 靠的是一对脚 对不对 对 对 可是我们中国的妇女 到现在还有很多人裹着小脚布 两只手呢 除了要抱着挖喂奶 还要给男人们洗衣服做饭 天天围着个灶台大转转 这手和脚都被捆起来了 还怎么出门做事情呢 所以说 妇女的解放 就是要把妇女脚上的裹脚布 给解下来 把妇女从抱孩子 伺候男人中解脱出来 让我们每一个妇女 都和男人一样 能够自由地走 自由地跑 自由地做事情 好 如今呢 我们中国的妇女 就要大觉醒了 天下者 我们的天下 国家者 我们的国家 社会者 我们的社会 咱们女子不说 谁说 咱们女子不做 谁做 咱们中国的妇女 要顶起这半边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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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妮妮 开心吗 不开心啊 你 工友们 下面我要叫大家唱一支歌 是咱们向大姐写的 厮杀女工歌 我唱一句 大家就跟着唱一句 好不好 好 好 黑心老板 雄包有残忍 黑心老板 雄包有残忍 做公不生 大妈干出门 做公不生 大妈干出门 我们也是人 为何被欺凌 我们也是人 为何被欺凌 我们要自由 我们要平等 我们要自由 我们要平等 唱得好 好 大姐 你写的这首厮杀女工歌 写得太好了 写到我们心里去了 我们大家都愿意唱 对 这首歌 本来就是为工友写的 这首歌 是为所有的女工写的 是为你们而写的 大家喜不喜欢 喜欢 喜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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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了好了 大家静一静 听向大姐讲话 我刚才听到大家唱歌 你们的歌声啊 就像是一阵春雷 把资本家的胆子都给吓破了 他们呀 跑得比兔子还快呢 我啊 最喜欢 就是听到你们这么开心的笑声 今天我来啊 要给大家介绍一位新的老师 他叫杨开慧 是我的同乡 他曾经 在北京师范学校上过学 他的学问啊 比我可高多了 大家要好好跟他学 那我们就用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杨开慧先生 开门见山 今天我们先学习 这两个字 上面是男 下面是女 杨教员 这两个字 我们早就认识了 为什么说这两个字早就认识了呀 那还用说吗 我们天天要上厕所呀 对 这就说明了一个道理 认字是很重要的 如果人不认识字 那么你连上厕所都会走错门 那岂不是闹了大笑话了 咱们中国的文字啊 是很奇妙的 是一种象形文字 杨教员 啥是象形文字啊 简单的来说呢 就像我们人的形体和动作 你们看 这个穷字 穷人住的房子 上面还会漏雨 他们呀 得拱着身子 在地底下干活 而富人住的房子呢 就不会漏雨 他们还占有 很多很多的良田 工呢 上顶着天 下踩着地 中间呀 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好汉 对 我们工人都是好汉 我们女工也是女汉子 对 对 对 大家说得好 杨教员 照你这么说 识字很简单嘛 那就是 穷人压关腰 富人占良田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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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 还有了 顶天立地站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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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和地 就是我们工人支撑起来的 机器是工人造的 布是工人织的 书是工人印的 离开了我们工人 不管是东洋的 还是中国的资本家 他们一天也活不下去 所以我们说 劳工神圣 劳动 创造世界 说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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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怎么不高兴了 小妈妈了 妈妈在 坐在这 看爸爸写东西 来 你看啊 爸爸给你写几个字 开会 你能来我们平民学校讲课 实在是太好了 可是孩子怎么办 都交给韩嫂了 你呢 不是也一样吗 我可不是一个好母亲 何孙在家里啊 又要写文件 一号红孩子 他都快崩溃了 认知也是啊 一到晚上 他就躲到阁楼上去了 说来有趣 这两个大男子主义车 这回知道我们女子的重要了 但是有的时候 看他们两个人啊 手不不错的样子 说是可爱 是啊 润芝啊 就会唱两只老虎 哎 两只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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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得快 跑得快 一只没有尾巴 一只没有脑袋 真奇怪 真奇怪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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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秦玉姐 你写的那一首 厮杀女工歌 我也会了 是吗 很有力量 哈哈 哈哈哈哈 踏进工厂门 自由被拨庆 老板心态狠 我妮像犯人 哈哈 记得很准确 哎呀 看来今天晚上有粽子吃了 任志兄 你们这些大男人 可不能坐享其成 剥削我们妇女的劳动成果 你也来包几个 我吃开会包的 不算剥削吧 你问开会是不是 你吃开会包的 那也是剥削 是不是开会 当然是 来吧 包几个 我教你了 那你要叫何森 张龙一起来 那才平等嘛 张龙 张龙 何森 快出来 张龙 何森 包几个 包几个吧 今天啊可是有新的章程 如果谁不劳动 谁就没得吃 来 你一个叶子 你一个叶子 像这样啊 把它卷起来 卷完完之后呢 把米放进去 像这样 再拿一根绳子 给它捆起来 捆得结结实实的就好了 总算包起来了 润志兄 你拿来让我看看 你这个包的也太不合格了 不合格 这不公平 你们真是作弊 孟楠 你说几公道话 你看看我们包的合格吧 我看看 你们三位大哥 没一个包得像样的 听到了吗 没一个包得像样的 全部打伞 重新包裹 全部打伞 那就拜托三位了啊 咱们是能劳得多劳 能吃得多吃 我去看书了啊 我还有那个东西没写 重新打伞 重新包裹 重新包裹 走得倒挺快的 你们这些大男的主意 应该是在这儿吧 何宰 九妹啊 何宰 九妹 九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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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想你了 娘 我好想你 想你 想你 何宰 来 快 抱抱 快 抱抱 我娘想死了 孩子们 娘都想死你的了 娘 你怎么突然就回来了 对啊 想你们了呗 那 那唱梅和福春呢 他们回来没有 他们 他们忙得很 他们几个呀 去苏联莫斯科东方学院 去学习去了 聂荣臻 赵石炎 几十号人都去了 伯母 您来了 认识啊 你黑了 瘦了 你好像还长高了呢 还长啊 再长就成电线杆子了 你看 伯母 快来看看您的小孙女 多可爱啊 多可爱啊 小孙女 快看看 我的小孙女 我都有小孙女了 看看 眼睛像妈妈 鼻子像爸爸 我的小孙女 叫奶奶 奶奶 奶奶 娘 她太小了还不会说话呢 奶奶高兴啊 伯母 您回来得真巧 我们正包粽子呢 欢迎您啊 你看看我这个老太婆 太有口福了 我的福气真是太大了呀 小孙女 娘 你路上累坏了 咱们上楼去 走 不累不累 我一看见你们年轻人都在这儿 什么累全跑光了 跑没眼儿了 伯母 您应该写封信来的 我们好去接您 接什么呀 你知道传什么时候到啊 我就是想给你们年轻人一个 你们说什么来着 什么喜啊 什么 意外的惊喜 对对对 这个好东西 意外的惊喜 孙女对不对啊 走 咱们上去 好 好 听你们的 你看 有点糟糕吃了 奶奶来喽 小心慢点慢点慢点 慢点慢点 我慢点 好 我们就过来走 娘 你看 您回来 我这也没有什么 好给你接风的 今天 就以茶代酒 当做接风酒 当做接风酒 儿子敬你一杯 何财呀 何财呀 我从事都能呛着 来 来 没事 儿子 你怎么瘦成这样了 我这不从小到大就这样 什么时候胖了 你别哄我了 你是不是生病了 你告诉我 老毛病 我的儿子 你看看这日子 这哪像个家的样子 我这家是不挺好的吗 你看 上游瓦 下游地板的 娘 您是不知道 现在在上海太太 您知道有多少人无家可亏 他们住在棚户区里 跟他们比 我这儿 天堂 我的儿子 娘原以为 自己的儿子儿媳妇 做上共产党的大官 在生活上可以一生无忧了 我真没想到 这跟在法国过穷儿子一样啊 何财 你看看 你已经是个当爹的人了 你怎么还弄得这样不休蝙蝠呢 你看看你这个胡子 娘 儿子一生追求什么 娘最清楚 改造中国 让天下受苦的人 都能过上自由幸福的日子 这就是我所追求的 物质上好不好 我不在乎 我在乎的是这儿 精神的服从 娘 我知道 你是心疼我们 你就放心吧 我跟景渔现在每天过得特别充实 特别快乐 特别充实 娘 我们的确很充实 来 你先抱抱脚 景渔我有话要说 你坐下 坐下 不是想 娘 我知道您要说什么 我们真的过得很充实 等天下穷苦的老百姓 都过上了好日子 我们的日子也就好了 对 景渔啊 这些大道理 你不用跟娘讲 我都懂 但是我现在 我不能给你们添麻烦 我已经做了个决定 明天下午我回老家去 娘 景渔 生养一个孩子是多么不容易的事 小妮子我带走 我会照顾好她的 大人可以吃苦 孩子是不行的 娘 您现在一年一年老了 身体也不如从前了 我们还让您帮我们操心孩子的事情 您让我于心何忍呢 再说了 您也答应我们 要住上十天半个月的 怎么突然说走就走呢 景渔 你的心意我领了 小妮子 我会把她照顾得很好 这个你放心 我不是不放心 娘在这儿绝对待不住 一天都待不下去 我多待一天就多一天给你们添麻烦 你们知道吗 您不是麻烦 娘 你们不要再劝我了 娘 那你总得住上几天才走 是啊 您要是就这么走了 我和何森心里该有多难受啊 是 不要再劝我了 娘 我知道你们做的是大事情 你们再换位思考一下 我帮你们 不就是帮天下的受苦的人吗 对不对 想明白了吗 娘 不哭 不哭 我们让您受累了 娘不受累 为你们做点事娘高兴 何在 照顾好我 照顾好我的锦鱼 你放心吧娘 我一定照顾好她 一会儿送娘的时候 千万别护鼻子啊 我 我不会的 何在锦鱼 娘走了 不要送 小医子我会带好的吗 你们一门心子 为穷苦人做事情 母亲 娘真好 是啊 好 这位太太 请问你找谁啊 我找向锦鱼部长 先生 他在吗 他去厂里了 平时呢 很少到办公室里来 来来来 坐 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叶部长 我叫吴建霞 是上海女子参政协会的会长 我想联合北京女子参政协会 成立一个中国女子参政协会 请妇女部机遇指导啊 女子参政 这很好 这是个好事啊 我们责无旁贷 应大力支持 我还想请向锦鱼来担任会长呢 这个 这是我们参政协会的 章程和工作计划 请部长指导 很好 你们什么时候开成立会 提前告知一声 我们妇女部将会派出代表 前去祝贺 等时间定下后 我一定亲自来府上送请解 谢谢你的支持和关照 那我 先告辞了 好 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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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叶部长 刚才呢 参政协会会长 胡建霞到这里啊 他呢正在筹建全国女子参政协会 想请你出任会长 这里呢 是筹备材料 你看一下 来一口 不用了不用了 湘女士啊 你如此装扮 俊俊俊俊 实在不雅 有损中央妇女部的形象啊 叶部长 我有点不明白 你们国民党 重在一个名字 国民革命 也是重在一个名字 我们天天在说什么 我们天天在说辅助农工 那怎么我今天穿着一身工装 就有所形象了呢 我们毕竟是党中央机构 我劝你不要老是往场子里面跑 和那些女工混在一起 我们应当着重开展上层妇女运动 她们的影响力最大 一个有知识的女性 可抵过数千个平民女子 那些上层的女子 衣食无忧醉生梦死 她们对国民革命感兴趣吗 不感兴趣 她们对中国的前途和未来 毫无兴趣 麻木不仁 她们最希望 生活维持现状 此言差矣 上海那么多的妇女运动团体 你总不能熟视无睹吧 你看看 吴建霞正在筹建全国女子参政协会 冲刺国会议员 从更高层次为妇女争得一席之地 这也是麻木不仁吗 叶部长 你要知道 在妇女中生活最痛苦的 是那些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劳动妇女 是那些工厂的女工 她们被资本家剥削的 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有谁在意她们的死活 又有谁 跟降格呼唤她们 加入抗争之路 没有 但是她们 要求解放的愿望最为迫切 为了反抗资本家和洋买办的剥削 她们奋起抗争 她们 天然能成为妇女运动的先锋 也只有她们 才是我们妇女运动真正的基础 也才符合孙中山先生扶助农工之道 高见 高见 高见的 汪先生 吴先生 来 来 请坐 请坐 大家光临 不知有何指示 金衣啊 今日我们几个人来 侍奉大元才之命 依你商讨一下 开展副理运动的具体措施 侍奉孙先生之命 是啊 你给孙先生写了一封信 建立成立妇女运动委员会 推动劳工妇女运动的发展 孙先生啊 极为重视值啊 批准了你的建议 只是我们 理定了一个大体的计划 特意来征求你的意见 不敢不敢不敢 真没想到 孙先生如此重视妇女运动 这可是全天下女同胞的荣幸和福祉啊 是啊 我们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 决定成立妇女运动委员会 专门负负责全国复理运动 有你出任书记 你自己找两名助手 你看怎么样 不不不不不 我怕是当不了 我呀 我还是当叶部长的助手 只是万万不可推迟啊 你可是孙先生亲自清点的呀 是啊 你可不能辜负了大元帅啊 既是如此 锦鱼恭敬不如从命 还请各位同仁兄长以后 多多支持 那当然支持支持支持 肯定支持 护部长 锦鱼啊 郑冬您们来了啊 来来来 坐坐坐 坐坐 来 你坐 来来 请诸位来 是传达孙中山先生的指示 全体国民党员要重新登记 每人要填一张表 即审查同意后 方可成为改组后的国民党员 发给新的党政 此项工作就由毛泽东同志负责 好的 另外 你再根据孙先生的指示 写一到两篇有分量的文章 发表在党报上面 建议统一全党的思想 好 回去之后我就开始动笔 好 以此同时 中央还要指导各地方 进行建党工作 大力发展新的党员 此项工作 就由 骆张龙 印带英 好的 邓宗相 向锦鱼 四位同志负责 好 对于发展女党员 就由向锦鱼同志负责了 好的 好 那我们就先从富南大学 同济大学 中国工学开始 胡部长 我还想从上海大学 抽调部分学生 让他们组成 十支女党员针求队 前往十八所女子学校 进行宣传和演讲 可以现场发展女党员 好啊 锦鱼 你这个想法好啊 到民众中去 肯定大有收获啊 孙先生 号召吸收大量的青年学生 和知识分子加入国民党 我们可以看出 孙先生对国民党 默契沉沉之担忧 同时呢 也可以看出 他对推动中国革命 正值决心 我们共产党人 理应全力配合 支持孙先生 孙先生 虽然在党纲里面 明确地表明 要辅助农工 但是在发展党员呢 又忽视了农工 所以我认为 这是一个好机会 是我们党 大力发展农工 加入共产党的好机会 何孙所言极是啊 发展国民党之日 就是壮大共产党支持 对 饥不可施 我也想 先在沙场女工当中 发展起一批共产党员 作为以后全上海 妇女劳工运动的骨干 我们必须制定出一套 周密的计划 光明正大去做 绝不能给国民党右派 抓住把柄 作为攻击共产党的理由 从而破坏孙先生 改组国民党的战略决策 我建议可以分两步走 凡是发展农工 加入共产党的 可以一步到位 这与发展国民党并不冲突 知识分子还有青年学生 可以先加入国民党 经过我们的考验之后 再发展为共产党员 这个方法好 既在农工中发展了共产党员 又在国民党中发展共产党员 既壮大了我们的队伍 还贯彻了孙先生的精神 真是一举两得呀 张老欧 白英 你们的意见呢 在农工中发展共产党员 与发展国民党员同步进行 确实是个好办法 我也算成了 既然大家达成共识 咱们明天开个工作会议 形成决议 好 这边 来 同学们 现在的中国国民党 是三民主义复活的国民党 充满了革命的朝气 新国民党 是积极提倡女权的 希望同学们 能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 请大家 仔细看一下手里的章程 是啊 大家快来参加吧 欢迎大家来参加 我们等着你们的加入 好 好 锦鱼啊 你还是这么一身打扮 清爽素雅 显得十分的干练 这样穿方便 也容易和工人们打交道 好好好 说得真好 朴素是我们中国女性传统的美德啊 沈先生 他们女同胞这么热情 咱们男同胞可不能农场啊 对了 锦鱼 你寄过来的妇女周报 我和先生每一期都看了 办得不错 先生跟我说 你这个锦鱼啊 很不简单呀 反地方风剑的火药味 十足得很呢 谢谢夫人 也谢谢孙先生的包剑 首先要感谢你们共产党的干部 谢谢你们真诚的合作和辅助 使我们国民党焕发了青春啊 孙先生 为了世界大同 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孙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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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先生 请里边躺吧 好 里边坐吧 来来来来 请请 里边请 请 好 好 好 大家 都请坐吧 孙先生 孙先生 我们没有登记的 不在上海 无法联络 大部分的党员 都很配合 不理解的党员 只是鸡少数 这次登记 使党员重新认识了自己的责任 从而焕发出对自己工作的热忱 坐 我们组织部也抓住这次党员重新登记的机会 大力发展国民党员 我跟戴英呢 也跑了各个大学和各个团体 发展了四十一个党员 还有十八人尚在考虑之中 了不起啊 这两个月就发展了这么多 国民党十多年才两万党员呢 宣传工作 我们组织撰写了十几篇社评与戏文报道 在上海的各大报纸上登载 张扬了孙先生改造国民党的政治理念 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反响 很好 很好啊 国民党的文章 观点鲜明文字犀利 尤其是毛泽东这两篇文章 目光高远 颇有见地啊 我是甚是其爱啊 舆论工作非常之重要 全党必须要重视啊 没有革命理论宣传 怎么样民众了解我们的革命 甚至支持我们的革命呢 所以在这一点 我们要实心地向共产党学习 孙先生说的是 我们会努力更进的 走 那 今月我想听听父女的情况 孙先生 我们父女部组织了十几支党员小队 这件事情 就说国民党是摧残女权的 为此 我们也做了许多的解释和宣传 我个人也写了一篇 致怀疑国民党的女千年 发表在了妇女周刊上 这篇文章我看了 写得很好啊 妇女运动呢 妇女运动 我们主要放在了女工运动上 上海的十四家厮杀场 我们全部都跑过来了 女工们现在 对于八小时工作制 提高工薪 以及哺乳期的要求 非常的迫切 我们还在每一家工厂里 都发展了自己的骨干力量 很好啊 很好 辅助东宫就包括了女工 妇女运动 是我们国民党 将来要重点推进的 陈先生 你谈谈吧 孙先生 我们是来向贵党学习的 还是请先生谈吧 中途一向是谦虚啊 那我就说说 上海执行部 工作才两个月 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啊 这都归功于共产党人 执行部的工作啊 共产党人各有所长 具体工作都是他们所为啊 我们应该很好地向你们学习啊 你们是劳苦功高啊 共产党人以个人的身份 加入国民党 进行国共合作 这种模式 在全世界也没有先例 这是国共两党的伟大创举 为了培养国共两党的人才 根据俄国顾问马林的提议 国共两党创建黄埔军校 这样一来 国共合作啊 文有上海大学 吴有黄埔军校 文武共进 吾枉不胜啊 我们为什么要办这个军校呢 驻军知道 中国革命有十三年之历练 可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 只有民国之年号 没有民国之事实 这是个大的教训 我们办这个军校 就是要把我们的革命事业 重新来创造 以军校的学生 作为根本 成立革命军 来挽救我们中国的威王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啊 今天呢 恰风 孙中山先生 就任大总统三周年的纪念日 我们国民党上海执行部 第一次和共产党合作 造一张像 留下这历史性的一瞬间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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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坐坐坐坐 你们坐你们坐 好 好 诸位 我提议 先给执行部的同志 照一张像 工作都是你们干的 谢谢你们了 好 好 好 大先生 我们呀 可都等着和您合影呢 先给国共两党的同志 和个影留个纪念 我和陈先生 还有夫人 一会儿再和大家合影 如何呀 好 怎么能让大元帅给我们照相呢 你们就成全他吧 他来给你们照相 才是最有意义的 是啊 大家就不要争执了 我赞成孙先生的提议 静渝啊 你是卫衣的女性 应该坐在第一派中间哪 这也体现了我们国共两党 对妇女的重视啊 不用不用 大先生 我呀 我坐在这里 正好 静渝啊 中间吧 吴主席真的不用 甚好 甚好 快坐吧 注意啊 我们被共产党人给包围了啊 各位注意了 我喊一二三 大元帅就按快门 诸位 今天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合影 大家要注意表情 注意仪表 是啊 请大家面带微笑 自然亲切一些 对 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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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好 请一请 先会儿 黄先生 请坐 好 我听孟南说你有事找我 是 我们妇女周报 收到一封来自四川的求求信 是一个叫赵一曼的女子写的 新写得很悲苦 也很激愤 看看 好 我看看 全世界的姐妹们啊 你们请看我的家庭是何等的黑暗 我的哥哥把我死死的 关在那铁围中 如今他要把我 卖婚给一个毫不相识的人 救救我爸 赵一曼 这又是个苦命的孩子呀 女孩的哥哥嫂嫂 我怕她分家产 就用极其封建和残忍的手段 逼她出嫁 实在是太可恶了 姐姐 如果在妇女周报上 把这封信发表出来 把她哥嫂的专制做法公布于众 说不定 她们会有所收敛 这是一个四川乡下的女孩子 恐怕她只会用这种手段自救 对了 你找我就是这件事啊 正是 我想请你和邵立子先生 各写一篇文章激励这个女孩子 你们的报纸影响力大 如果那个女孩子看到 说不定会改变她的命运 好 像不让发话我岂敢不从 马上就写 那我就翘首以待 国民政府妇女委员会的书记 向瑾瑜喊我去读书 我要开始我的新生活了 快点儿 快点儿 就送到这儿吧 有件事情我忘了告诉你们 赵一曼 已经离家出走去读书了 是吗 太好了 实在是太好了 总有一天啊 这天底下的妇女 都能够自由地生活 自由地去爱 经济独立 思想解放 这就是我们 想要创立的新中国 多么令人神亡啊 我都等不及了 大姐 我一天也不想在这个 快要倒塌的房屋里 生活下去了 这个新中国 真的会到来吗 当然会 一定会 但这需要 我们和男同胞们 一起共同专葬 那家里的事情 我就交给你们两个了 有什么事 互相商量 还有何森 他现在身体没空欲下 生活上又不讲究 你们两个 要帮姐姐照顾照顾他 放心吧 姐姐 我们 会经常回家去看看的 但是你 照顾好自己 祝你生个乖儿子 对呀 一男一女才最美满 你看看 你们两个妇女干部 到重男轻女了 那我走了 走 姐姐 我们送你进去 别送了 你知道姐姐 最怕送别 来 给我 回吧 姐姐保重啊 我知道 保重 小飞飞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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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鲸鱼啊 你快看看 哎呦 这个宅宅漂亮呢 哎呦 快看看 看看你啊 快 哎呦 哦 不到不到不到 哎呦 你看 酷的声音那么响亮 哎呦 真是像何仔哦 你想 何仔小时候 就是这个小模样 你看他的眼睛 怎么那么舒服 舒起来 舒起来 拍拍拍拍 哎呦 你看 良仔 哎呦 您的孙子 就叫蔡伯吧 还是何森在法国蒙达尼时候取的名字 哦 取博学博爱的意思 好吗 嗯 蔡伯 伯伯 这个名字香亮 以后你啊 可要像爸爸一样 做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博爱博学 我们去看妈妈喽 你看看 看到妈妈在哪儿 我小弟弟呢 妈 锦鱼啊 锦鱼 哎 红枣莲子汤 不顾身子 来 来 来 妮妮怎么了 妮妮 看妈妈 看妮妮怎么了 很高兴 妈妈爸爸 妈妈爸爸 孩子认生 孩子认生 行妮妮不哭啊 不哭 来 不碰你了 不碰你了 别哭了妮妮 好 美妮妮不哭啊 坐下 俩 瑾妮啊 孩子认生 娘 我想了想 想明天回上海去了 我在家里这些日子 您也看得出来 是如做针毡啊 那也得把月子做完了呀 要不这样 多待两天 多陪陪孩子 娘 我也想多待两天 多陪陪您还有孩子 可不行啊 我现在 不但是我们党的妇女部部长 还接着国民党妇女委员会的书记 这两边都忙 两边都需要我 还有那些女工 她们一直等着我回去 我这心里急啊 娘 娘 是有过来人 你 你的身体 万一落下病根怎么办 不会的 娘 我不是要坐船回去吗 在船上多休息几日 一下子就恢复了 您别担心 那万一老下病根 我跟何宅怎么交代啊 娘 我都说了不会的 您看您 眼睛又红了 您平常 是一个最豪爽不过的人了 大道理 我就不跟您说了 我知道您是一个深明大义的人 何森一直跟我说 从小 您跟他讲的最多的故事 就是岳母赐字 还一直跟他说 要金钟报国 别说了 千语不要再说了 你要医你 都医了你 啊 你要躲 老苦娘了 你放心 我会把两个孩子 都给你带好的 放心 您自己要多保重 别难过了 看你 不难过 不难过 哎 好了 我来看看 拿来出去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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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老姐 妈妈 老姐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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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姐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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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姐 哎呦 润汁 给您熬了一碗莲子汤 锦鱼姐 你回来了 谢谢 谢谢 还没买月就回来了 哎呀 谢谢 哎呀 没事 没事 我在那边也待不住 再说这边这么多工作 我呀就想着早点回来 晓鱼 您怎么把眼儿给放下了 跟着我们也是吃苦 他跟着奶奶和姑姑挺好的 他们带的都比我们好 合森都告诉我们了 是个儿子 他整天都笑得合不拢嘴 他呀 和润汁兄一样 都是大胆子主义 好 太会了 你上街上买只老母鸡 再买条鲤鱼 给锦鱼补补身子 不用不用 我哪有那么娇贵啊 你看看你 都瘦成什么样了 没瘦 对了 顺便啊 再买体精五花蹄房做红烧肉 我们也打打牙记 补补脑子 你看看你 就知道凑热闹 和森大哥 锦鱼姐回来了 我说了 原来是我家雾园社回来了 来来来来 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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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辛苦辛苦 热不热 你是没想到我这么快回来啊 这你就低估我了吧 润汁 昨天我怎么跟你说呢 怎么给忘了 我昨天跟润汁说 锦鱼绝对不会等坐完月子才回来 我猜得没错吧 和森 少啰嗦了 赶紧让娘子上轿啊 上什么轿啊 这哪有轿 上马 上马 娘 不 袁帅 袁帅请上马 你这出的什么洋相啊 上马啊 我背你上楼 静鱼 你一路劳苦 还是让和森背你上楼 不 来来来 背不动我 背着动 我怎么会背不动我呢 这是什么 马鞭呀 这要是马鞭 那我可就真打了 没关系 我皮操肉厚 来 来 来 准备 二 准备 走 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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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啊 放心吧 快 这是我们几个协会的联署 反对项炯鱼出任国民党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 你们反对的理由是什么 项炯鱼成天往工厂跑 和那些下等人打得火热 对我们这些妇女团体毫不关心 这种人 怎么能担当妇女运动的领袖呢 你们都在啊正好 叶部长 敬请你立临指导 好 妇女部全体出动给你诸姓 部长清零不甚荣幸啊 来 多多提携 你们俩一会儿 要把相关的我们现在整理一下 瑾瑜 你回来了 来了 谢谢啊 业部长 这什么 我发起成立女子参政协会 想把北京和上海两地女子参政协会联合起来 成立一个中国女子参政协会 做大做强 是好事 瑾瑜 我们想请你出山担任会长 有你这位大将挂帅 我们妇女参政运动才能如虎天翼威震神舟啊 姐姐 你真是太抬举我了 瑾瑜 你现在可是中央妇女委员会的大书记 又是妇女周刊的大主编 你能出面挂帅 定能为女子在议会里争得一席之地啊 沐南 来喝点水 姐姐 你是知道我的 我这个人只对女工的工人运动有热情 你们那个圈子的事情 一嘛 我不了解 二 我也没什么兴趣 瑾瑜 瑾瑜 你就别谦虚了 我还不晓得你嘛 当年 在蓄水河畔 我们姐妹为女子教育担金竭律 现在又到了黄埔江畔 同为妇女参政运动并肩努力 这是我们姐妹的缘分呀 剑侠姐 瑾瑜姐的意思你还不明白吗 她更关心的 是劳动妇女的命运 而不是什么参政 当议员 瑾瑜 你真的不想当议员吗 不想 你想 进上海市就十四万只众的女工 那么全中国有多少 如果咱们要是能把这只女工的力量 团结起来 那是一只多么强大的妇女力量 可这样的女性 连启蒙都未曾经历 弹劾妇女运动啊 那你真该去看看 那些女工们的苦难 纵是铁石心肠的人 看了也会有几分心软吧 这些我自然都晓得 所以我们才要参政 当选国会议员 你们说的这些 完全可以通过提案 在议会里为他们呼吁 全国两万万女子 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他们想要的解放是彻底的解放 国会解决不了 我们只能推翻这个封建的 专制的军阀的社会才行 秦玉啊 你的这些言论 与我党的宪政改良 可是格格不入啊 就是啊 女子参政 才能真正地保护女子的权利 整天罢工游行 难道能争取到妇女的权益吗 就是啊 那若是把女子的参政运动 变成了做官 做议员 那无非就是 那些无聊的议员队伍当中 增加了几个无聊的女议员 那些无耻的官僚当中 增加了几名无耻的女官僚而已 有意义吗 毫无意义 锦鱼 你怎么可以说这种话 你这是对我们女子参政的侮辱 是啊 你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 向大姐说的都是大实话 你们有钱读书 所以就绩效老苦妇女们知识浅薄 你们一个个绫罗绸缎 所以就嫌弃女工们衣服破烂 对于无处逃生的老苦妇女们来讲 这种参政她们根本就不需要 你血口喷人 这是血口喷人 她没有血口喷人 上海有的妇女团体 不就是嫌弃女工们 穿着破旧 衣裙不整 拒绝她们参加吗 好像靠寄生和脉性赚来的通身绸缎 遍体芬芳 要比靠卖苦力为生的劳动姊妹 高尚千倍万倍 你这是诽谤我要告你 难道不是吗 你告诉我 现在是什么样的社会 现在是资本家的社会 是影子的社会 尽且能改变一切 黑白颠倒混销是非 那些在上海女伪贫困潦倒 断手折脚的女子 那些狠卧在泥泥当中 呼嚎哀怜的女子 你们有谁真正放在眼睛里面 你们有谁 知道中国老百姓的痛苦 你们有谁知道 中国底层妇女她们真正的痛苦 是什么 告诉我 你们还跟我在这儿说女权 说参政 你们不觉得荒唐可笑吗 可笑至极 天下的事情 现在样样都在翻身呢 一切新的 斗争的 勇敢的都在前进 那么好的花朵 那么清秀的山河水 那么雄伟的工厂和烟囱 月亮的光 似乎也比从前光明了 我们从先驱者 对世界前途的无限憧憬中 看到了光明和希望 看到了妇女解放的前景 你说吧 你说 快看 那怎么办 什么事啊嘀嘀咕咕 神神秘秘的 你说吧 还是你说 你说 什么事情这么难也启齿啊 向大姐 我们 我们也想加入党组织 嗯 好啊 那我来做你们的入党介绍人 愿意吗 真的 愿意 愿意 一万个愿意 求菩萨都求不来呢 是啊 与其加入国民党 不如作为民共产党员 共产党的理想 是赶走帝国主义 民族独立 这也是我的理想 好 志华 你现在 还是上大学的学生 你首先要做的事情 是向你们的党支部提出申请 党支部 那他们在哪儿呢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是你呀 向大姐 是那个讲课会让你流泪的人 你说的是秋白先生 我就说他怎么那么超凡脱俗呢 原来他就是 我们先去上课吧 走 走 走 你们看 秋白先生就在那儿呢 我就说他会在这里看书吧 果然是 观察得很仔细嘛 哪有啊 不够偶然看到 快去吧 把你的冤枉告诉他 他会告诉你该做什么 向大姐 你陪我一起去吧 我这心里面 发慌 慌什么 秋白先生不是你们的老师吗 是啊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一见到秋白先生 我这心里就 就什么 就 我也不知道 那我知道了 你呀 是不是喜欢上秋白先生了 孟楠 好啦 志华 是你自己想要入党 这事得你自己去说 你就告诉我 你就告诉秋白 说我愿意做你的入党介绍人 向大姐 你就陪我一起去吧 你就快去吧 快去吧 快去吧 快去 快去 祝你成功 你呀 伶牙俐齿不饶人 我说的是真心话嘛 徐先生的夫人去世了 芝华呢 虽然结了婚 但和她的丈夫已经分居多年 毫无感情 根本就是死的婚姻 一切都是死的 她现在 完全可以大胆地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你说呢 锦鱼姐 感情的事情 只有他们自己才能把握 祝福他们吧 嗯 徐先生 徐先生 芝华 什么事情啊 跑得这么急 我想加入共产党 向大姐说 要先向您汇报一下 哦 她还说 她同意做我的入党介绍人 好啊 有向大姐介绍再好不过了 她可是我们党的第一个女中央委员啊 所以你的起点很高啊 那这么说 您也同意我的心愿了 当然同意 其实党组织早就把你作为培养的对象了 通过这段时间工作的考验 你已经具备了入党的条件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这真的像做梦里一样 像做梦里一样啊 芝华 我们走走吧 嗯 你编辑的这本孤星社的刊物 我看了 有些文章很有文采啊 特别是抨击封建包办婚姻制度 主张自由恋爱 追求女性解放的系列文章 尤为精彩 是啊 在男子呢 是有描写爱呀情呀的诗 我们女子大抵不会有 不肯有 也不屑有 可我们女子描写爱呀情呀的诗 是灵魂做的 而不是用笔墨做的 是用诗的心境来表现人生 而不是用人生的情境来表现诗 徐先生 您说我说得对吗 有一定的道理 女性在爱情上 可能会更多一些投入 更多一些牺牲 但是人世间还有比爱 更值宝贵的东西 我就很喜欢裴多菲的一首诗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两者皆可抛 徐先生 我是完全地赞同您的观点的 什么爱呀情啊 不过是男人们 烈祸女人的子弹 唯有高远的理想 和自由的精神 才是最为宝贵的 我最近呢 读到了一首 署名巨猿写的诗 就是礼赞精神的 我尤为喜欢 他说 赤巢澎湃 万霞飞斗 惊醒了五千余年的陈梦 远东古国四万万同胞同声歌颂 神圣的劳动 猛攻 猛攻垂碎着帝国主义万恶从 奋勇 奋勇解放我殖民世界之劳功 何论黑白黄 无负奴隶重 从今后 福音遍备天下闻名 指代共产大同 光滑万丈勇 徐先生 你也喜欢这首诗 其实 这首诗就是我写了 我终于觅到知音了 你说什么 没什么 徐先生 那我先走了 知华 正聊到兴头上 你怎么就跑了 徐先生 您就是我的知音 何思 我们今天啊 讨论知华入党的问题 这是好事啊 好事好事 哎呀 在知华入党这个问题上 他是完全够格的 这个问题早就该解决了 来 坐 好 秋白来了 快请进 徐先生 何三 何三 病又犯了 没事儿 老毛病啊 老毛病 秋白 你替我劝劝他 病成这样了 还不休息 硬扛着 昨天晚上 又熬了一个通宵 今天大早上起来 就可真这个样子了 何三理论水平高 别人无法替代 不过 确实应该劳益结合 不要帮他太紧 没事儿 今天好好休息 我们是不是先谈一谈知华的入党问题啊 好啊 对不起了知华 冷落了你 没关系 你们先谈大事 我喜欢听你们谈话 哎 诗华 今天什么事情 都没有你入党问题这件事情当 你入党的事情啊 我早就跟景玉说过了 让他好好培养你 现在看 已经水到渠成了 是不是秋白 嗯 那我就说说知华的情况 这两个月 知华每天深入到工厂 跑了杨树浦十几家沙场 浦东的英美烟厂 洪桥司厂等等 他和厂里的工人 谈心了解他们的疾苦 并且教他们读书 教他们文化 和女工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为我们党领导的妇女运动 做了大量的工作 好啊 对劳苦大众的感情是最重要的 你爱他们 才能为他们的解放 去献身啊 我懂 在上海大学里 知华向他的同学们 传达了我们党的理念 争取了许多进步同学的支持 和觉悟 我个人认为 知华完全符合一个 中国共产党人的条件 我愿意 做他的入党介绍人 你的看法和我一样 我也同意做他的入党介绍人 请党组织放心 我会继续努力的 好 那我就代表党组织 提前祝贺你 我们开始宣誓吧 我念一句 大家跟着念一句 我愿意 我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努力革命 服从组织 牺牲小我 努力革命 服从组织 牺牲小我 严守秘密 永不叛党 严守秘密 永不叛党 为共产主义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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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 现在起 你们就是光荣的 中国共产党员了 我代表党组织 祝贺你们 欢迎你们 祝贺 来 请瘀了 刚烧开的水 谢谢 谢谢 谢谢陈先生 来 坐 坐 哎 静瑜啊 保罗亭夫妇 从广州来到了上海 他们代表 共产国际妇女组织 要求听取 上海妇女运动情况汇报 你抓紧时间准备一下 好 孟南 你马上去上海大学 把志华叫过来 哎 我这就去 陈先生 国民党右派 最近的倾向 很值得我们警惕啊 哎 静瑜 不必多虑 既然是合作 就要以诚相待 可不能一神一鬼 我们要充分相信 国民党的诚意 好了 你接着去 我走了 好 静瑜姐 静瑜姐 静静 你找我啊 坐吧 走 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需要你去办 什么事情啊 暴罗亭夫妇 从广州来到了上海 他们想了解一下 上海的妇女运动 我呢 给你们写了几个汇报的要点 你们两个都看一下 看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再做完善 好 好 您好 您好 好 我知道了 晴瑜姐 暴罗亭来看你了 陈先生 让我们过去 这么快 走 来 来 来 秋白 来 幸福见 鲍罗亭同志 鲍罗亭同志 很高兴见到你 鲍罗亭同志 一到上海 就想马上见到你 请坐 请坐 谢谢 来 请坐 你不看 人家的女性 事实上 她说你真了不起 你是中国妇女运动 杰出的领导者 我只是做了一些实际的工作 我做的还远远不够 大姐 鲍罗亭同志 对你用结拜姐妹的方式 组织女工运动 赞不绝口 说是你的一大发明 以后可以载入世界 父女运动的史册 不敢当 主要是因为 中国的工人姐妹们 大部分都没有文化 也不太懂得政治 所以只能用社会上惯用的 结拜姐妹 等传统的交朋友方式 来开展工作 然后逐步建立其工会组织 很好 向你致敬 有机会请你到莫斯科 参加世界妇女大会 把中国的故事 告诉全世界 追求解放的妇女们 好的 有机会一定去 再见 很高兴见到你 正华 你看什么呢 没看什么呀 我有几句话想对你说 你说吧 大姐 你觉得 邱白同志怎么样 很好啊 特别是进来接触以后 我觉得他这个人 很真诚 很诚恳 他的那种热情 不是浮于表面 而是蕴藏在内心之中 只有当人们 和他一起工作的时候 才能深切地体会到 他那种热情的力量 你没感觉到吗 邱白 他很是喜欢你 喜欢我 那我怎么不知道呀 你呀 嘴上说不知道 眼睛里 又把什么都给说出来了 孟楠 而且 邱白先生他 孟楠 你就别掺和了 但是志华 你要勇敢地表达自己 大姐 我先回去了 学生会还有一个活动要参加 那你去吧 那我先走了 大姐 我呢 请了几天假 想回去看看我的母亲 自从我发现心里走近了瞿先生 我就惶惶不可终日 志华 你可是你们镇上 第一个不缠组的女子 你是第一个冲破封建翻篱 到横州求学的女子 是第一个下水游泳的女子 是第一个上街 骑脚踏车的女子 那么多的第一个 为何不能做出 冲破这封建婚姻的第一个呢 想当年 堂堂的大小姐 女英雄 怎么现在 倒是变成了小脚女人 果足不前了呢 大姐 我 志华 你那冲绝龙王的勇气 去了哪里 你那叛逆的精神去了哪里 你那种追求光明 追求希望的精神 到底去了哪里 大姐 我 我知道 你的婚姻是家庭包办的 可那个男人 是一个贪图色欲 腐化堕落 思想越来越封建的浪荡公子 对这样一个人 你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呢 我是不爱他 所以才把女儿的名字 改为独一 意思是只剩他这一个 也依次表明我对他的怨恨 和决恋 那就彻底的决裂吧 你现在 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 为了父女的解放和自由 一直在努力工作 可你首先应该解放的 是你自己 解放我自己 和他离婚 勇敢地和你喜欢的那个人 在一起 开始新的生活 你知道我说的那个人是谁 只是一下 再击 走吧 我等你回来 别再哭了 我送你上船 好 好 志华这几天 到哪里去了 你把志华给弄丢了 那还不赶紧找去啊 都找了 没见到 所以才来大历 看你这满头大汉的 一定急死了吧 心骄才是最热 其实呢 志华 你是不是想知道志华去了哪里 志华回了娘家 秋白 你要有勇气 冲破一切的罗网 可我实在不便 到他父母家去 这有什么不便的 你就代表 我们中央妇女部 去他们家 把他喊回来 对呀 你就说 是肖大姐派你去的 这合适吗 合适啊 秋白 我可告诉你 鸡不可施 施不再来 那我 豁出去了 快去 谢谢 同志们 让我们大家 为他们送上最好的祝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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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不 补义 快来看 去外的诗稿 我复有激情啊 工厂里燃着不息的火苗 照耀我这壮永无畏的胸膛 隐行高歌地醉着了呀 群众锻炼着我的铁花 活泳 实在是太好了 什么事情让两位如此高兴啊 任知兄啊 谢谢大哥 坐坐坐 莫南 倒水 笑什么呢 我告诉你一件喜事 秋白和芝华终于冲破了 封建婚姻和世俗的束缚 两个人结合在一起了 真的 真是才子配佳人哪 善哉善哉啊 是锦衣姐姐撮合的 不敢当 可别这么说 但是呢 多一个女子脱离苦海 我们女子解放 就多了一份希望 你说是不是任知兄 那你就请你继续不辞劳苦 给妇女同志们多打了一些希望 听你话里的意思 说吧 任知兄 有何吩咐 是这样 胖派同志 要我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 去讲习堂课 我正好呢 要到国民党总部去汇报工作 所以啊 就两者 皆而有之了 好啊 爸 你是农民的儿子 你对他们最有感情 你讲的话 他们最爱听 农民运动 给当地的社会 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陈九明的故乡 历来就是土豪立身 贪官务力横行霸道 但自从有了农民协会 县知识不敢为恶 征收的官吏 也不敢额外地领裁 全县都没有土匪了 土豪立身 鱼肉农民的事情 几乎已经绝技了 农民协会 竟有如此大的威力 这可是天下一大创举啊 是啊 如此看来 我们党更应该重视农民运动才对 所以呢 我就想请你啊 一起去 给农运干部 讲讲妇女解放运动 给农民兄弟讲课 给农民兄弟讲课 好啊 义不容辞 孟南 你赶紧帮我收拾一下 我这就和润志兄一起去 是 润志大哥 你算是找对人了 锦鱼姐姐啊 在续谱山里劝过学 见识了乡村的愚昧 最晓得农村妇女的苦难 我当然晓得了 所以啊 才特意登门求贤 锦鱼 何森那边的家 我已经帮你请好了 你这是先斩后奏嘛 匠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还请沐云帅多多宽量 想不宽量也不行啊 来吧 大家莫看我是从上海来的 莫看我穿的是长衫 其实啊 我是一个地地道道农民的儿子 我和你们在座的大家一样 都耕过田打过河 对了 我还泼过粪来 在中国农民最苦 受压迫 受剥削最重 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低层 来 大家看 最下面一层是塔基 有工人 有农民 有小资产阶级 人数最多 压在他们上面一层的 是地主阶级 买办阶级 人数很少 再往上一层 是贪官污吏 土豪立身 人更少 再往上 是军阀 塔顶 是帝国主 你们想想 是不是这样 是啊 人最多 穷人最多 大家说得对 穷人最多 农民最多 薄血阶级虽然凶 但是人数很少 所以 只要我们齐心团结 一起起来斗争 压在工农身上的 几座大山 就可以推翻 俗话说得好 人心齐 泰山仪 何愁 这座塔不倒呢 对 对 知道 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 农民占了绝大多数 农民问题 乃国民革命的 根本问题 从革命的目的来看 帝国主义 军阀不打倒 工人阶级得到解放 是永远不可能的 要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军阀 推翻地主阶级的 封建统治 没有农民的参加 更是不可能的 农民受苦最深 受压迫最重 他们要闹革命 球翻身 最迫切 力量之大 是可以预料到的 因此 我的结论是 农民是中国革命的生理军 是无产阶级最广大 最可靠的同盟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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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 下面我们请 全国最著名的 妇女运动领袖 向景余同志 给大家讲课 好 学恩同志们 首先 我要感谢澎派同志 对我的褒奖 其次 我要感谢你们热烈的掌声 开门见山 我就讲一讲 我对农村妇女运动的认识 我虽然不是农民出身 但我在农村劝过学 我深知农村妇女的痛苦 她们的痛苦 比起农村男子的痛苦 还要多十倍 多百倍 多千倍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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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想想 我们女子从小就要包脚 这好好的一双脚 要把它活活包断 跑也跑不得 跳也跳不得 挨了丈夫的打 想逃都逃不了 你们想一想 为什么男人和女人都是人 可女人就要受这样的痛苦 想过吗 没有什么想过 你们当然没有想过 因为你们觉得 这是自古以来 天经地义的习惯 但是从来没有人想过 这种习惯是非常缺德的 还有更缺德更荒唐的 有的女子十五六岁 还没出嫁 男人死了 男方的家长 就做了一个木头人 强迫她和这个木头人结婚 结了婚之后 还要和这个木头人 睡在一张床上 这样的事情 这样的女子 我亲眼见到过 我们说那就是这样的 我们表妹就是这样的 这些都是旧时代封建的婚姻家庭制度 压在我们劳动妇女身上的枷锁 还有童杨夕 从小就成了南方的奴隶 还要伺候男人长大 还有父母包办婚姻 不管男人和女人之间有没有爱情 都要服从 我想问问在座的各位 结过婚的 有谁是自己相对象自主恋爱的 没有 都是被逼到 都是被逼到 还有的女子丈夫死了 为了贞结就要守寡 一守守了几十年 一直守到坟墓里去 若是有人敢在外面找了相好的 就会收到族里的人承谈的惩罚 这些事情 你们广东上很多 我们湖南也很多 可全中国呢 那是数都数不清 既然是数 既然确实迷雾不过 所以玄恩同志们 我们要搞农民运动 千万不能忘记 这些农村的妇女姐妹 将来你们毕了业 吩咐各地去开展农民运动 成立农民协会 要有这些妇女姐妹的参与 要告诉她们 要放脚 要婚孕自主 不要当同样戏 要把那些还和木头人睡觉的女子解放出来 没有农村妇女姐妹参与的农民运动 只是一个残缺不全的农民运动 你们说对不对 对 我接着毛泽东同志的话说 中国的农民运动 只有把包括农村妇女的全体农民发动起来 才是真正的农民运动 只有妇女获得了解放 男女平等了 农民运动才算是真正成功的 说白了就一句话 解放妇女 就是解放你们自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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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洋军阀内部分裂 北京政府全力更跌的机会 在全国范围内 搞一次国民会议 意在选出一个 能够代表民意的新的总统 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按照三民主义 建立一个统一的 全新的中华美国 夫人 这是冯玉祥今天发来的电报 邀请我北上 商讨建立新政府的事 那先生 您是去还是不去呢 我觉得机会难得 应该抓住 尽早完成民主革命 和全国和平统一大业 本上是罪下之决啊 可是先生 最近您的身体 经常会觉得不舒服 一路奔波 恐怕 对您的身体 很不利啊 共产党方面 已经提出 在全国范围内发起 召集国民会议 旨在选举 真正代表民意的大总统 按照三民主义 建立一个 统一的 全新的中华民国 我们应该出成这个会议早日召开啊 夫人 我若北上 可鼓舞全国人民的士气啊 既然如此 我陪先生 一同北上 夫人 先生 我这家 你 以后她们 你不选择 様围 还应加上妇女团体 提得好 我支持你 应该的 谢谢大先生 大先生 祝您北上成功 大家请安静一下 经出席此次会议的 上海大学女生团 上海婦女运动委员会等 二十一个团体代表的商议 向景余女士被推选为 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书记 下面有请向景余会长宣读 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宣言 上海女界国民促成会 上海女界国民促成会 告全中国姊妹们薛言书 亲爱的父女姐妹们 我们中国父女 要想将自己从层层压迫中解放出来 占上人和国民的地位 只有团结奋斗的一个方法 要团结奋斗 必先集中自己的势力 成立自己的团体 为此 妇女运动才能成为一支社会的实力 而唱最后的坎歌 从而拉开中华妇女 经历史之序幕 上海女界促成会成立了 大家都看一下 上海女界国民促成会成立了 来 大家都看一看 看看我们苏山女工的呼吁 谢谢 接上来看一看 谢谢 谢谢 中国知识副女 有组织地向民众宣传 不择不以民国十四人为记忆 此评价甚高啊 论稿宣传 向大姐 无人能力 在法国时啊 就有向大姐 是马克思主义传生点之说 何尊啊 这一点 你真得向你夫人好好学习 陈先生 你要说这样 我还真 有点心内 陈先生 陈先生 景云 正念叨离呢 快说说 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情况 全国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组织 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怒发起来 目前 在上海 广州 杭州 天津的组织已经成立 北京 南京 湖南和山东的组织 也在积极的酝酿和筹划当中 因此我可以说 妇女运动 将是中国大革命潮流中的一支生力军 我有一个提议 希望能够得到中央的支持 说 妇女运动 妇女运动 若是想要在全国 从城市到乡村各阶层蓬勃发展起来 除了要在各地成立妇女组织 在全国 也要成立统一的妇女组织 即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让全中国的妇女运动 在同一的目标 同一的策略之下 有组织 有计划地开展起来 这个想法好 中央当全力支持 我建议 把妇女联合会的成立 列入四大的报告里 各位 以为如何呀 咱们好啊 咱们好啊 没问题 我回去就将这一项写进报告里 靖渝啊 你马上派代表北上京城 向孙中山先生汇报 尽快促成 全国妇女联合会成立 好的 李大昭先生在北京 有他的配合 我们妇女部 只管冲锋陷阵 孟南之华 你们赶快准备复京的材料 我再写一份详尽方案 上报中央 我们不打无准备之仗 是 好啊 你们真是强向手下无弱兵 我看中央妇女部应该改成为雷厉风行部 好 雷厉风行部好 好啊 雷厉风行部好啊 你们到了北京之后 先去北方区 找李大昭先生汇报工作 然后再去医院拜访尊珠山先生 恳请夫人亲自出面 我写了一封信 当面交给夫人 是 一定要抓住 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和各省的女代表们好好的谈谈 要把 中华全国各界妇女联合会 尽快出发起来 大家你放心 我们会前面按照你的吩咐去做 快走吧 路上小心 姐姐放心 快走吧 好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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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窦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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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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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先生 项部长代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妇女部 给您写的亲笔信 祝您早日康复 谢谢了 那我们不打扰了 大先生 祝您早日康复 您早日康复 尊敬的孙先生 文芝先生身体前安 身为挂念 先生在病中依然关怀妇女运动 我辈更是感动 钦佩支支 在此 向先生表达上海妇女界的崇高敬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叶部长 你找我 润芝啊 我听说最近你的身体不大好啊 偶感风寒而已 并无大碍 有什么工作尽管吩咐 是这样啊 中央呢决定 我来负责执行部的工作 我们呢 研究了一下 新的组织部长即将上任 你的组织部秘书的工作 就此终结了 那我还需要做点别的什么工作 这眼下嘛 还真没什么具体可做的事情了 不过 你还可以 正常每天来上班啊 可以深入地研究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嘛 我懂了 叶部长 告辞了 我说 请进 任志兄 任志 和三 静语 我是来向你们道别的 道别 什么事这么突然 来 坐下 叔 来 你要去哪儿啊 一言难尽 怎么了这是 此处不留人 自有留人处 我这次 请假回湖南少山 是想好好地研究一下农民运动 积累经验后 再扩大范围 任志兄 虽然你决定突然 但我支持你回湘湘 回到湖南农村去 寻找新的革命良气 我一直在思索 中国的革命 大多是依靠农民运动完成的 从陈胜吴广揭干而起 到黄巢 朱云璋 李自成 洪秀群 都是依靠农民 搞得天翻地覆 改朝换代 如果中国的农民都站起来了 中国的革命 就大有希望了 润知这个主张 真的是非同凡响啊 虽然有备于 共产国际的路线 但是确实符合中国的实际 中国的工人数量很少 在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中 工人就更少了 可是满山遍野的都是农民啊 我想好好地发掘这个革命资源 发展农民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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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想法好啊 靖宇 你不知道 我的这个想法 遭到了党内主要领导人的批评和嘲笑 他们始终认为 中国的革命 还是要依靠城市无产阶级 完全忽略了 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是农民 批评也好 嘲笑也好 你干你的 我们支持你的探索 执行部那边同意了吗 他们还巴不得我请假走人呢 我知道 我得罪了国民党右派 自从孙中山先生去世后 我就再没有具体的工作做了 再这么耗下去 纯属浪费生命 继续待下去 的确是英雄 无用武之地啊 以后国民党右派 恐怕是没人能押得住了 好 赫森 我走了之后 你要实实地提醒中央 防患万一啊 这正是我忧虑之所在啊 好了 都要分手了 说点愉快的事情 对了 我这次回去 别想顺便带着开会 回去积极组 这结婚这么长时间了 他还从来没陪我回过烧山呢 这是个好事 是好事吗 这个人哪 我爹啊到现在 连他这个郎公 脸长脸圆都不晓得 这位郎公 什么时候跟我回须埔去啊 你什么时候回去 我就什么时候跟你回去嘛 我爹怕是没这福气了 这个好办 霍森 你带着景瑜跟我一起回湖南 都须埔打个转 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 景瑜她呀 一心都在女工身上 她要是真走了 那这十几万的女工 不就没有主心果了 想到这些女工 我的确是脱不开身呢 好吧 那就此 我就向你这颗 勤劳大重心倒闭了 此去一路 多加保重 再会 保重 保重 你怎么能够 你怎么能够 大便 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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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别忧心了 山雨一来 丰满了 开辉妹妹 到了乡下 你肯要保重身子 当我在湖南农村打开的局面 你就带景余一起过来 保证你没有腊肉饭吃 任志兄 看你早日点燃 农民运动之星火 既有星火 必可留院 保重 保重 任志 路上千万小心 保重 han 保重 我走了 找找我们 我们走吧 哥哥保重 路上千万小心啊 孙夫人 将于明日抵达上海 我想从我们妇女部组织一批人 做好她的接待工作 同时照料好哀悼期间 她的生活 希望她能平安度过这段孙夫之痛 我经过丧气之痛 不亲历者是无法体会得到的 整整两三个月 我都能自拔 孙夫人的情形比之我 就更为痛楚 我建议中央授权警御大姐 全力做好孙夫人的安抚 去接待工作 秋白书的急事啊 在这件事上 我们共产党应该比国民党 做得更有人性 更专业情况 中山先生逝世以后 这国民党的右派 就开始奋败活跃 他们不顾孙夫人的悲痛 积极地进行着分裂国民党 和反对共产党的活动 所以我党此举甚为重要 好 就这么定吧 此事由景余负责 一定要做到 无微不至亲如佳人 但也要注意尊重 国民党方面的安排 我会尽力照顾好孙夫人 请党中央放心 不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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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令冲简 还特意祝福过 国公 要精诚合作 先回去吧 拜拜 同胞们 孙中山先生 是推翻封建专制的伟大英雄 是中国国民革命不屈的象征 是中国走向民主自由的英勇其手 孙中山先生死了 中国国民革命的意志是不会死的 中国国民革命的运动是不会死的 追求民主自由的精神 是不会死的 全中国 为自由民主而战的民众 是永远不死的 这些人是永远不死的 因为他你让他回家 是永远不死的 是永远不死的 国民革命的 是永远不死的 夫人 孙先生的遗像做好了 夫人可要节哀顺便 保重身体 先生 我回来了 可是你 却永远都回不来了 我又如此 何以看 走 景云姐 景云姐 你吩咐的 达先生生前最喜欢吃的黄花菜 木耳 豆腐 豆芽 都已经准备好了 那就 做四五汤吧 这也是夫人 凭素喜爱之食物 告诉厨师 要精心手吃 好 去吧 喂 快要给你一个 要更fontids 给我 我这点 给你一个 再给你一个 准备 你一个 要带到哪里 我这点不太好 把你会开 把你 过来 走 我吧 我开 回来 我手机就是浮车 你去到哪里 你对什么 都给你热过三次了 看到夫人这个样子 我如何吃得下去 那你也不能总饿着呀 你要是病倒了 工作怎么办呀 我真的吃不下 孙先生这一走 国共合作的前景究竟如何 真令人担忧啊 怕什么 大不了我们退出国民岛 一样搞妇女运动 不是那么简单的 不说这个 这是我刚写好的 全国妇女联合会的倡议书 你拿去 校对一下 那你要吃饭了 快去 去吧 这个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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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身过度我们看着心里也很难过 不能命苦啊 我带你上去 夫人 夫人 夫人好戏了吗 好多了 这几千 多亏了有婧欲她们 夫人您太客气了 谢谢 夫人 我去给您买报纸 何大姐 您就在这儿多留一会儿 多陪陪夫人 中午留下来吃午饭 好的 锦鱼 你们去忙吧 我来吃午饭